3D 列印 應用的內容 五花八門 但 3D 列印的時間 確實非常耗時 如果能夠搭配翻模的技術來使用 也能夠讓你大大的提升作品生產的效率 這次我們要來 簡單介紹幾個 3D 列印 應用的例子 首先要介紹的是矽膠翻模的應用 將我們要使用翻模的圓形 運用 3D 列印來列印出來 透過簡單的打磨及補土噴漆加工 減少表面的橫紋及粗躁感 把圓形放入外模 再緩緩的注入矽膠 帶矽膠硬化後 把外模拆開 再取出矽膠模內的圓形 矽膠模具就這樣完成了 接著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翻模的使用 不管是肥皂 蠟燭 水泥 還是石膏 都可以拿來做快速翻模製造 圓形使用 3D 列印來製作的好處是 數位化的 3D 軟體設計 比較傳統的圓形製作上 來得快速且多元 而且一個在電腦裡面做好的 3D 列印圓形 不管是小修改還是大修改 只要動動滑鼠就可以輕鬆調整 不需要擔心大幅度的修改 或重新製作的耗時 尤其是在重複性高的造型製作上 更是快速且高效率 傳統的圓形製作 必須具備有相當深厚的功力 如果讓科技的高效率 與傳統的精神彼此滲透 並能相得一張 創造前所未有的嶄新應用 特殊的 3D 列印耗材 也擁有不含雙分A 並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對食品接觸材料的要求 能直接來製作各式各樣的 客製化食物模具 例如烤餅乾使用的壓模具 在餅乾送進去烤箱之前 運用 3D 列印來做壓型運用 也能幫我們製作出 獨一無二的造型 或者直接列印模具 來灌注巧克力 讓巧克力不只擁有美味 更還有創新 拿來製作壽司 飯糰的造型模具 讓吃飯也變成一種創意 3D 列印的模具應用 雖然沒有辦法像傳統工廠 正式的模具一樣 擁有著精準 耐高溫 兼顧耐用的特性 但 3D 列印的普及 與它輕便簡單的設計 可以大幅提升設計時的 機動性與效率 也讓我們的造型 更富有多樣性的選擇 讓文創產品 比起普遍現成的模具製作 更具有吸引力 對於個人 地方文化的創意產業 這樣少量多樣性的 特殊產品設計 是非常具有特色及競爭力的 而 3D 列印更多的應用 還需要你我的投入 讓我們一起開啟 3D 列印的設計大門吧 4D 列印的設計大門